歡迎收看東網視頻 我是鍾慧盈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被迫押後的中學民憑市 終於在今日正式開考 不少考生好像寧彩晨赴經講考一樣 一臭而嫩 戴十個口罩幾支搓手翼旁身不再講 不少人更加提早出門 甚至是預早兩小時到達市場 免得萬一盞燈轉慢了 因為跑快兩步導致體溫升高 被人誤當發燒拒諸門外 那就前功盡廢了 麻煩明年請早 哪次得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開考前夕 在網誌引用鄧麗君首歌感 可以他他條條好整以下 漫步人生路 當然 學生的責任就是讀書求知識 考試就是一個測試他們的途徑 考生考試都是無可厚非的 只不過 今屆的考生真是好像楊局長所說 是被選中的一代 因為論公開考試安排之差 真是有今生未必有來世 雖然華民憑市的考生年齡一般都是十七八歲左右 理論上應該具備拿成人身份證的心智 不過就是這樣才大禍 當港府可以在今日起取消食市座位減半禁令 香港今日亦都一再錄得零確診 但在考生開口的同時 不少食鹽多過考生食米的公務員 竟然繼續在家工作 誰人都知 特定工種和在家工作之間 存在一定吊詭 有人形容林鄭政府 簡直是迫公務員放有薪假 嘩 真真沒有陰工 南偉美容院、游戲機中心等 因為配合政府抗疫 被強制停工兼服事無期的商戶 在食谷種 有機譜就貼出大字報 高呼 我要生存 我要營業 我要就業 向政府發出納涵 事實上 真是沒有人知道 在林鄭管治班子眼中 目前疫情究竟是被之前受控 還是未受控 照道理 疫情未受控 所以公務員 只要繼續居家被疫 只作有限度復工 兩天或三天工作周的 大有人在 疫情未受控 考生就繼續考試 一班新生學子 就被選中出去頂 又是甚麼玩法呢? 各位現在知道為何 楊局長在網誌說 路眾崎嶇 亦不怕受磨煉 之後是省略好 因為歌詞裏面 伴你問行一段 接一段 讓疾風吹呀吹 盡管給我量考驗 才是首歌的精髓 港官發覺不對路 當然就是出動省略好 話說話 說到吹水吹上癮 怎可以不提食衛局局長陳肇始呢? 阿姐在回應政府防疫工作 手腳慢的時候 竟然死撐 說是一路有做事 只不過是慢了公告各界而已 連穩集毛公仔珠珠 進行甚麼非洲豬瘟疫情部署演習 都趕快放上網 放死無人知的港官 你會相信如果真的有做事 會忍得住不說? 喂!阿姐呀! 小雨點放心灑 香港人不是小雨點咯 放心灑也不是放心灑 任你換灑 大家對於今集內容有甚麼看法呢? 是like 搞錯呀?還是食花生? 投票告訴我們吧 多謝收看 好